相信很多男士都想要一夫多妻吧?这是许多男士的梦想,可是现实生活中是一夫一妻制的。 但我们不知道的是,在台湾,有位老戏骨寇士勋作用双妻,竟想,其人之福。 意外的是,他们还相处得很好,我们来看一下吧。 1.寇士勋 在我国宝岛台湾,有一位演艺界的传奇人物,他就是寇士勋。 他的人生经历,堪称一部精彩分成的剧本,不仅演艺事业风光无限,个人生活也充满了戏剧性,寇士勋。 这位1954年10月,出生于台湾台中的演员,今年已步入花甲之年,但精神绝朔,风采不减当年,祖籍河南洛阳的他, 早在1976年就凭借在电视剧《纯纯的爱》中的出色表现展露头角,而后逐渐在台湾演艺圈站稳脚跟,成为备受瞩目的知名演员, 让寇士勋为内地观众所熟知的,是两部曾风靡一时的台湾电视剧《昨夜星辰》和《一简梅》。 这两部作品不仅让寇士勋的名字响彻两岸,还带动了主题曲的流行,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回忆, 尤其是《一简梅》作为首部引进,大陆的台湾电视剧,在1988年掀起了一股收视热潮, 1988年,寇士勋再次凭借在《情义无价》中的精湛表演赢得了内地观众的喜爱, 他的出色表现,让他在1990年荣获第八届,中国电视精英奖特别奖,这无疑是对他演艺生涯的极大肯定。 进入新世纪后,寇士勋开始将事业重心转向内地,他在赵宝刚、汪骏指导的爱情剧《向物象与右向风》中首次挑战反派角色, 展现出了不俗的演技。随后,他与众多知名演员合作,参与了多部家庭伦理剧、历史剧的拍摄, 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右衣,各鲜活的角色形象,在演艺事业上, 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,寇士勋的个人生活也颇具传奇色彩。 他与原配崔瑶琪是青梅竹马的同学,两人感情深厚,于1982年步入婚姻的殿堂。 然而,在成为演员后,他又遇到了健身小姐许黎丹,许黎丹对寇士勋的才华倾慕不已,愿意无名无分地与他在一起。 令人惊讶的是,崔瑶琪竟然宽容地接纳了许黎丹,使得这个特殊的家庭得以和谐共处。 如今,寇士勋已经过上了一夫二妻的和谐生活,两个妻子各自为他生下一儿一女,其中大儿子寇嘉瑞也继承了父亲的衣钵,成为了一名演员。 父子俩曾共同出演多部电视剧,展现了演艺世家的风采。 虽然寇士勋曾因中风,入院而引发关注,也曾因被传在大陆包三奶而登上热搜,但他始终保持着低调的态度,从未正面回应这些传闻。 他曾在采访中表示,观众不会因为明星的生活状态而改变对他们的喜爱, 这也展现出了他对于演艺事业的专注和执着。 如今,年近古稀的寇士勋已经逐渐淡出娱乐圈,开始享受晚年生活,他的演艺生涯和个人生活都充满了传奇色彩,让人感叹不已。 而这些花边新闻也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,继续流传在娱乐圈的每一个角落。 二,谭永玲,谭永玲,这位台湾的知名明星,在与原配杨洁威相伴十年,五子四之后,竟与粉丝朱永廷产生了深厚的情感纽带。 而这段关系的存在,谭永玲一直对杨洁威隐瞒,直至朱永廷意外怀孕,并诞下一子。 对于杨洁威而言,这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,她的心碎可想而知。 至今,这两位女性在谭永玲的生活中,各自占据着重要的位置,却未曾正式相见,家庭中的和谐共处。 对于拥有两位妻子的谭永玲来说,显然并非一世。 然而,谭永玲在处理这种复杂关系时,展现出了一种独到的智慧。 为了平衡两位妻子的感受,她选择将全部财产交由大老婆杨洁威管理。 这既是对原配的一种弥补,也是对家庭稳定的一种维护。 尽管财产交由杨洁威管理,但她依然会时常前往朱永玲处照顾孩子,实现了人才分离的管理方式,一夫多妻的生活。 虽然在外人看来或许令人羡慕,但其中的复杂和微妙却显为人知。 两个妻子之间的关系与谭永玲本人的关系都需要小心翼翼地维持,才能确保家庭的和谐稳定。 家庭和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而能够妥善处理。 这种复杂关系的人,无疑展现出了非凡的魅力。 然而,我们也应认识到,家庭的幸福并不仅仅取决于外在的形式,更在于内心的理解和尊重。 三,何鸿燊,在澳门这片土地上,有一位被誉为赌王的传奇人物。 他就是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何鸿燊。 他的人生充满了跌宕起伏,尤其引人注目的,便是他的四位妻子,各自有着不同的故事和背景。 首先,我们来说说何鸿燊的原配夫人李婉华,她是一位出生于澳门显赫律师家庭的葡萄牙女子。 1942年与何鸿燊喜结连礼,为了赢得李婉华的芳心,何鸿燊甚至特意学习了葡萄牙语。 婚后,李婉华不仅成为了何鸿燊的贤内助,还协助她在澳门开创了一番事业,正是在她的支持下,何鸿燊赚得了她的第一桶金,为日后在赌坛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2004年,李婉华离世,何鸿燊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,以表达对她的深深怀念。 接着,我们来看看何鸿燊的二太太蓝琼英。 在李婉华身体欠家的时候,何鸿燊根据大清律例,迎娶了蓝琼英未妻。 蓝琼英出生于广东,与何鸿燊结婚后,经常陪伴她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和慈善舞会。 在舞会上,两人被誉为五弟和五后是最佳的拍档。 然而,2022年,蓝琼英因癌症离世,享年79岁。 她的丧礼按照她的遗愿,以私人形式进行。 没有功绩,显得低调而庄重。 再来说说三太太陈婉珍,她出生于广东,上世纪80年代开始担任何鸿燊原配李婉华的私人看护。 在长期的相处中,她与何鸿燊产生了深厚的感情,并育有两女一子。 如今,陈婉珍担任着澳门博彩控股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,展现出了她的商业才能。 最后,我们不得不提的是,四太太梁安琪,她出生于1960年的广东,与何鸿燊的相识源于一场私人舞会。 梁安琪以其出色的舞技,吸引了何鸿燊的注意,并最终成为了她的四太太。 1989年,何鸿燊以梁安琪的名义购置了,一处洋房作为他们的爱潮,这标志着梁安琪正式,成为了何家的一员。 梁安琪不仅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她还涉足多个行业,现任澳门博彩控股有限公司的联席主席,展现出了她的非凡能力。 4.雷洪 先来说雷洪的第一任妻子,她还是一个岌岌无名的小演员的时候,两个人就相遇了。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,这个女人陪伴她,走过了人生的低谷期,是真正的,同甘共苦,的结发妻子。 两个人通过朋友介绍,双方家庭条件都不好,通常遇到这样的情况,多数女方都会选择拒绝。 毕竟婚姻也是改变命运的机会,但原配妻子没有这样做,雷洪的踏实和上进,深深地吸引了她,惺惺相惜的两个人。 组建了幸福美满的家庭,结婚之后,雷洪非常努力,想给妻子最好的一切,事实证明,她是一个值得、期待的选手。 但成名之后,各种诱惑来袭,这个男人沦陷了,曾经的海誓山盟,完全被抛至脑后,各种阴阴艳艳陪伴在身边,雷洪来者不惧。 原配妻子对此,也选择了沉默,因为她没有选择,离婚无异于给别人做嫁衣,最终这段婚姻就这样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生活了下去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很多人都觉得,雷洪应该收心,回到原配妻子的身边,结果呢,五位固定伴侣都坚定地选择留下来。 要知道,这五位各个年轻貌美,无法想象,这五位家人的父母,得知女儿的选择,心中作何感想? 毕竟在所有人的认知里,无论是感情,还是婚姻,都是一对一,事实证明,外界都多虑了。 雷洪的原配妻子,她哭过,闹过,期盼着丈夫回心转意,但于是无补,雷洪以财政大权作为交换,终让对方妥协。 这位影帝呢,大笔一挥购买了一套豪宅,给每个人都安排了房间,组建了一个大家庭。 虽然被媒体爆出,遭多数人指责,但人家的妻子们都是心甘情愿的呀,相处的也是颇为融洽呀。 如今拥有五个老婆的雷洪成为话题人物,但也表示不会再有第六个老婆呀。 五,吴宗宪,绯闻天王,吴宗宪也是感情史,也让人津津乐道啊。 妻子爱人双丰收,甚至隐婚生子来成全自己的事业,对爱人的出手阔绰,又是买房买钻戒,帮其拓宽演绎道路,就这点来说,算是个好的男朋友。 而她的妻子竟然也表示理解和支持,吴宗宪的妻子是张薇薇,他们于1990年结婚,有四个孩子。 但吴宗宪也曾经和其他女人传出绯闻,其中最有名的是Angela,陈孝轩和Candy。 Angela,她是吴宗宪早年的女友,也是她的经纪人,他们在1987年开始交往,但在1990年分手,原因是吴宗宪爱上了张薇薇。 Angela曾经为吴宗宪写过多首歌曲,如《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》,《真心患觉情》等。 陈孝轩,她是台湾知名女演员,曾经和吴宗宪合作过多部电视剧和电影,如《九品芝麻关》、《乌龙院》等。 他们在1997年拍摄《乌龙院》时传出恋情,但被吴宗宪否认。 后来陈孝轩嫁给了导演林孝千Candy,她是吴宗宪的助理,她比吴宗宪小24岁,长相甜美。 她们在2006年开始交往,但直到2013年才被媒体曝光,据说她们已经交往了7年,但吴宗宪一直没有离婚的打算,有的人一夫多妻过得很自艺,有的就伤脑筋,不尽人意。 所以呢,对于一夫多妻这种现象,你怎么看呢? 不尽人意。 不尽人意。 所以不尽人意。 这个已经相互了。 这个是有益状态和炼者之所。 这就是没有名字、正经的,不能尽人意。 下次不尽人的。 具体运、尽人意。 尽人意。